中共政法系统官员最近公开发文以全面否定的语气提及公民社会 并指责西方为中国设计了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文章一刊出引起了网络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 一名中共高级政法官员周本顺 16日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文章 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文章明确提出要警惕公民社会 周本顺攻击公民社会这一概念 称它是某些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陷阱 要防止误信 误传 甚至落入这一陷阱 文章中周本顺强调 加强于创新社会管理 不是过多的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 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 而对于社会组织 是讲他们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 同时 世界设好安全法 防止一些所谓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 专栏作家 也是资深政经评论家林宝华 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现在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当作他们的重要敌人 因为姑娘那个不准不许有反对党存在嘛 也不许任意人士组成这些团体 因为我们知道四川大地争以后 有很多NGO组织都在一起去振灾 有许多人就被捕 所以姑娘更是把这个NGO组织 把这个正常的这个公民社会里面 民众组织的这些团体 都当作可能他们颠覆他们这种 政权的这个危险组织 在此之前 中共中宣部 曾向中国各级媒体发出宣传禁令 要求禁止使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 有些媒体无奈 只好用民间社会等词语替 李宝华认为 社会公民服从的是公共社会 不是国家 他就叛入公民意识 没有公民意识的话 你就觉得我有什么权利 一般的公民 我的意有什么呢 我是交税嘛 但是同样的我有权利 那你不准我有言论自由 不准我做这个 不准我做那个 我可以是公民抗命 所以他就把这个公民提出来 为捐警问题 就拿来就制造一种 违言耸听的一种言论 什么宣警 所谓宣警将来 可能就是成为第二个共产党机构的 对于周本顺提出的观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提出质疑 报道说 现在的问题是 这到底是北京高层 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举 还是预示着 中共未来的长远战略 如果是前者 人们也许还能尝试忍受 如果是后者 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堪忧了 通话或者接受你的采访 他们都是进行了 连密的监控和录音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 我认为他们已经在 从中末路了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实施了一些策略 北京二月份举办的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社会管理创新研讨班上 中共常委胡锦涛 周永康分别有强硬的讲话 而后 在全国两会上 中共另一常委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则在常委会报告中表态 三不搞 法广认为 这些表态 被认为是在所谓矛盾凸显期 中共执政者全面收集意识形态 而周本顺的这一文章 则是在政法与社会管制领域 当局强硬变化的具体表述 新唐人记者常春 唐锐 孙宁采访报道